花蓮0403地震已经过了一个月 居住在镇阳水莲的居民 家中裂缝贴满胶带 这些被贴上红黄单的住户 想要申请房屋补墙补助 但是规定却是要他们先行 来找到建筑师跟济师评估 居民无奈 因为现在花钱也请不到济师 就算县府曾经多次来勘察 也没有用 他们只能够一直等待 这是你们自己想出来的办法 家中裂缝贴满胶带 花蓮0403地震已经过了一个多月 但居住在镇阳水莲的民众 家园还是惨破不堪 随时会掉啊 人要经过的话会砸到人啊 为什么不先把它补墙还是什么吗 没那么快 还要经过先扶什么 为了避免进出时被掉落的瓷砖砸中 只能客难的拿起胶带 先将容易掉落处以胶带粘贴 就成了这幅景象 柱子整个都爆掉了 另一户家被贴上黄单的吴先生 房屋梁住全是裂痕 甚至可以直接穿透 看到外头 他们根本不敢居住 他就是一定要找这个 这个祭司跟那个来用 你才有办法动工 如果都没找到人来弄的话 你们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无奈表情全写在脸上 就是因为0403正后补助措施规定 加州被贴上红黄单 单一住宅修缮上限50万 但前提是居民必须先自行委托建筑师和济师评估 但居民表示根本没有人要来水帘 花钱也请不到济师 县福曾多次勘察 但对居民来说并没有实质帮助 他们只盼济师评估的问题 能尽快解决 给他们一个能安心居住的家 记得陈敬业 欢迎采访报导